他说某大学要整理全校所有系所申购的图书资料 如果说今天你希望用Excel来做管理的话 那这地方要用哪些功能 他可以快速帮我查到什么呢 想要针对各学院各系所与书名进行筛选查询 并显示目前所有查询的学院别语系所名称等等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如果你要做查询资料的话 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你其实可以利用类似最简单的功能 在资料里面有筛选 筛选里面比如说我今天要针对文学院 当然可以做一个所谓的文学院筛选 如果我要找中文系的相关资料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中文系的文打过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就留下 或者历史系 如果历史系比较少 你问历史系 OK 当然其他还有其他科系 就是针对的是 第一个条件是我要文学院 第二个是历史系等等 你会发现这一本书跟历史系有一点关系的 那当然你还可以把它做筛选取消 把它恢复了 OK 所以其实最原始的方法 其实以色尔里面就提供给我们一个筛选 不过除了筛选之外 它还提供给我们一个进阶筛选功能 那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根据题目要求要做哪些相关设定 第一格 他说请你在这个工作表叫图书资料工作表 所以你找一下第一格 所以其实是第一个工作表 然后在他这个第一个工作表里面的话 在第一列之前插入十列 其实是十个空白列 OK 然后将这个储存格 其实插入之后的话 本来第一列变在第十一列 也就是这个底下所有的范围资料 把它做一个所谓的那个表格的样 这个表格刚刚有用过 就是把它定义成那个表格样式 然后选取什么 中等申前十二 所以找中等申前 然后它的位置在第十二格 OK 然后并且把这个表格的标题 命名为图书资料管理表格 OK 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先切到我们刚刚的资料 图书资料就这个工作表 没错 这个 然后我希望在第一列上面插入 有十个空白列 跟各位讲 如果你点一下按一下 按插入的话 它只会插入一列 所以如果你要插入十列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选十列 然后按右键 再插入它就十列出来 你选几列它就插入十列 插入列一定是插入到上面去 OK 这第一个我们就插入十列了 第二个的话 它希望什么 它希望帮我们完成设定表格样式 所谓的表格样式 请你把游标放在底下的所有 就是只要这个范围其中一个图存格 你不要选外面就可以了 选里面 它会自己去追踪 那我们就找到常用里面的格式化为表格 那找到中等深浅 中等深浅的话 特别重要 它一样按照顺序排 它第十二个 第十二个一排几个 二、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应该是第十二个 中等深浅第十二个 点一下 然后你会发现它自动会追踪 A11到H的五、六、八 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它自动追踪 然后它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表格里面有没有标题 有 我第一个就是我的标题 有的一定要打勾 OK 然后按确定 这样的话 它就帮我把刚刚的样子套用 然后并且上方一样会有个下拉 有没有下拉这个清单 主要就是可以让你筛选 不过表格除了可以用这个方式筛选之外 它其实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新的功能 这功能是只有新的版本才有 叫做交叉 什么交叉分析筛选器 那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有何厉害的地方 其实它跟筛选有点类似 只是说它将来可以是一个面板 浮在上面 那个浮在上面的好处是 你可以点马上可以得到结果 主要是方便而已 那再来的话 它要说什么 请你还有一个 B的部分 冻结窗格 那所谓的冻结 1到11列的窗格 意思是说什么 其实这个主要是针对平常 我们假设 卷动资料往下卷动的时候 会有个问题 卷动到这边还没事 你只要卷动下去 你会发现上面的栏位名称不见了 那怎么办 如果我想知道这个栏位的栏位名称叫什么 这么一个作者 不过如果我今天希望 这个栏位名称它如果卷动的时候 意思就是底下卷动 上面这一列不卷动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可以让它就帮我停在那个地方 特别是这个地方 你必须要学会一个功能 叫做 检视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冻结窗格 那特别是冻结窗格 有分成全部的冻结 跟冻结列 还有冻结栏 那这里的话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我今天希望 哪一列不动 上面第11列不动 如果第11列不动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一定要选第12列 也就是从第12列 这个底下是可以活动 上面是不能活动 所以一选取第12列 二的话选取检视里面的冻结窗格 然后再选取所谓的冻结窗格 把它按下去 OK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来试试看 基本上刚刚往下卷动 第11列也会跟着卷动 那我现在已经把第12列给固定住了 意思说上面 第12列的上面就都不能动 下面可以动 所以我现在按滑鼠的滚轮 你会发现 往下卷动 第11列都通通不会动 只有第12列以下才会动 就是这个效果 如果将来当然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那个冻结窗格 我希望取消 以后呢 我希望把它恢复成原来的状态的话 那怎么办 很简单 请你在点选第12列 在点选检视里面的冻结窗格 然后会出现什么 取消冻结窗格 你再按一下 你再卷动 他就又恢复了 OK 所以怎么去加 特别是第12列 冻结窗格 把它冻结起来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题目要的这个B的设定 待会的话 第二题 他主要是要我们做什么 使用那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他要建立 两个筛选条件 一个是学院 一个是技所 然后并且呢 针对学院两栏 然后高度是5公分 宽度是7公分 那技所的话是6栏 然后高5公分 宽27公分 然后怎么样呢 把这个筛选器 放在第一列到第十列 意思就是放在哪里 放在这个上面 这个上面有个空白 他就希望把这个结果 帮我放在这上面的空白处就可以了 那这个地方该如何做 画面先放给各位 试一下 冻结窗格 特别说如果加的话 是从这边加它 如果取消就把它取消 特别说冻结的时候 记得我要从这个地方 第十六类把它冻结 以上上面就不会冻了 OK 类似像这样 我可以先把它缩小 因为这个放大缩小 主要就是你可以这样观看 里面因为它的栏位数很多 总共A到H栏 那我可以看到总共 它里面就是什么 切构号 它有个编号 然后有个提名 这本书的名称作者叫什么 然后 书目编号 出版社 类型 等等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 它后面的题目是希望我们再去查什么 针对那个学院跟系所做一个交叉的比对 然后后面就是再帮我筛选出这个管理学院的统计学系与资讯学系 然后找出提名字 就是这个关键字 而且或者是这个关键字的资料 所以你会发现这要怎么做比较快 基本上当然 如果按照它题目要求 第一个上面要建两个所谓的那个设计里面有个所谓的交叉分析筛选器 所以把它点下去 那两个的话针对学院跟系所 系所这两个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它跳两个 两个像这种东西 这有点像面板 这个面板的好处是你可以用点的就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 但我现在先不设定 你比如说我今天只想找文学院里面的中文系里面的相关资料的话 那我可以点它就可以了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冻结窗格的关系 对 冻结窗格把它剪上来 OK 那你会发现就只会显示出我要的那个系所 那如果工学院 它有点不太好操作 它这个地方 冻结窗格之后 如果你要找的话 你变成你还要在 里面 工学院好像没有 我看 工学院 你要选 选这个土木工程学系的 然后化学系的等等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希望做哪个筛选的 它希望筛选的是这个所谓的管理学院的统计跟资讯 所以管理学院在哪 管理学院 这里 然后统计跟资讯 统计 统计出来 资讯 不过你会发现哦 你点统计 再点资讯管理学系的时候 你会发现统计就跳掉了 所以如果你两个都要选的话 记得哦 如果你要多选 今天按什么 按Ctrl 键 这样才可以两个一起选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资讯的有没有 资讯也同计的 同计也有 两个都有了 OK 记得哦 这个地方管理学院 然后这一个 按Ctrl 键 这样才是多选 就是这两个 管理学院跟这两个系的资料 那再来的话 题目要把这两个面板 把它做变更 有什么变更的部分 第一个 几栏 那他说什么 学院的部分要两栏 然后宽跟高 高五公分 然后呢 高的话是七公分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可以把这个地方先选取 学院部分 然后两栏 你就输入两栏 往下 往两栏 然后这个五公分就输入了 直接输入五就可以了 这个输入七就可以了 OK 然后他会自动加上那个单位 OK 五跟七 然后还有什么呢 他的样式部分的话 他要我们选的是哪一个 他的应该是什么 他说这个名称叫什么 他我用那个深色三的 OK 深色三的部分应该在哪里 深色 就一样了 你就找到深色三 一二三就在这里 OK 深色三 然后蓝怎么突然变 把它改成两个蓝 然后五公分跟七公分 这样的话就完成第一个 然后并且的话 再把这个 是不是颠倒了 我们看 应该是高五公分 对颠倒了 应该是五公分 高五公分 宽七公分才对 这样的话才放得下 否则的话刚刚放不下 OK 另外的话一样 就是再点选细锁 细锁的话 换他要几蓝 他要的是六蓝 然后高五公分 一样五公分 二七 五跟二七 所以这边的话 把这个蓝数的话 把它改成 这个他要的是六个蓝位 六个蓝位 然后宽度的话 高度一样是五公分 宽的话就是二十七公分 二十七 OK 好 这样都刚好放得下 然后把它摆在旁边 另外的话设定一下 它样式 样式部分的话 它要哪个样式 看一下 它叫是 深色五 OK 深色五一样 我们就找到深色的地方 一二三四五 应该是这个 没错 点一下 好 那就完成它要的 所以我在点选 设定完之后 再点选管理学院 然后再点统计按Ctrl键再点资讯管理学院 这样子就几乎完成了 但最后还有一个 它说它要筛选什么 在筛选最后 并且筛选出提名栏位 包含Network跟模式 或 接下来最后 我要怎么再针对提名去做设定 刚刚只有针对学院跟系所 这两个栏位 另外还有提名 提名必须 这上面没有 所以提名必须从这边 找到什么 找到里面有个所谓的 文字筛选 筛选什么 包含 OK 特别注意 包含什么 两个讯息 第一个讯息是 它要找 这里面 如果提名 其实应该书的名称 有包含两个关键字 一个是Network 一个是模式 而且是或 或是其中一个出现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在这边打一个Network 另外的话 再包含 底下的部分的话 一样再选择包含 包含的话 再选择什么 模式 好 这样的话 就 特别说 字不要打错 我确定一下 它这边Network大小写 注意一下 模式 OK的话 按确定 只要 书里面 有关键字 有Network 跟模式 它就会出现 按确定 底下的话 所以你会发现 出来的话 就只有这几本 OK 所以 其实同样的方法 当然如果用在 以后如果你要查找资料的话 第一步 如果将来你希望 把那个像 文学类的资料 你要能够 拿它来做查询的话 第一件事 你可能还是要分栏 然后上面有个栏位名称 你才有办法 针对这些资料 做细部的查询 OK 好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我讲的 这个 第二 好 第二集的部分完整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